好漂亮 大家好 我是小新 现在我所在的是 韩国首尔警服公西区的孝子路上 今天是文国第二世纪总统 西越的上任初日 5月10日清晚台 也就是韩国总统的府邸和办公场所 将真实全面面向公众开放 请跟随小新的脚步 一起去清瓦台内部看看吧 清瓦台在高丽王朝与朝鲜王朝时 曾被用作科举考场 以及警服工的后援 1927年 日战朝鲜当局 把朝鲜总督官邸设在此地 1945年 便为美军政厅军政长官官邸 1948年 大韩民国成立后 此地被称为警武台 并被设为总统办公与官邸所在地 2022年3月20日 韩国当选总统尹西越宣布将于从年5月10日就任时 对外开放清瓦台 根据地图 我们选择了从清瓦台西边的迎宾门进入 迎宾馆1978年落成 是清瓦台最古老的现代建筑 也是举办大型会议和韩国总统接待外宾的场所 穿过绿色小道就来到了正门 5月9日 韩国民众为前总统文在寅 举行了宽送仪式 该仪式就是在正门到迎宾门喷泉车的小道上举行的 74名韩国国民代表和第一批预约参观的民众 一同首次跨过了乘峰74年的清瓦台正门铁门 总统府邸 关邸 是总统和其家人居住的地方 也是清瓦台内最神秘的地方 长春斋是韩国总统接见外宾举行内部会议的地方 在这里各位宾客可以享受传统的韩国饮食 感受韩国文化 再往东边走 我们便来到了春秋馆 春秋馆是清瓦台发布新闻举行记者会的地方 位于主楼右侧 一楼设有记者办公室和小会客厅 二楼则设有大会客厅 2022年5月10号开始 韩国就从清瓦台时代 变为了龙山时代 新当统府邸四月的起居和工作 都将在首尔龙山区进行 而清瓦台能够真正回到人民的怀宝 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